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什么 扁鹊近以53.73%的胜率 冲到了颠覆赛 中路胜率榜第一 你看这一个六神庄猴子 滚屏幕一套技能 三棍下来 却根本打不死扁鹊 扁鹊反手一个大招 竟然把四分之三血的猴子给秒了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那有两个因素 一是因为扁鹊确实加强了 二是核心两件套 十之一元和破检之一 破检之一在经历多个版本后 算是找到了最合适他的英雄 先来看加强 仅上个版本的加强 其实有点片面 正除外冰冻三尺 非一日日寒 早在2021年的6月 扁鹊其实就改为了大招 不清空印记成数 且当时的印记回复效果 还只有70% 那此时可以看出扁鹊的一个小巅峰 而在6月的更新后 扁鹊的改动都是削弱 直到今年2月份 增强了10点移动速度 才开始慢慢回调 但你如果拿现在的扁鹊 对比2021年6月的扁鹊 你会发现 现在的扁鹊 不仅仅比当年多了10点移速 还多了100码的 一技能吃法范围 治疗效果更是达到了100% 比当年小巅峰时期 还要强一个等级 也难怪他突然就登顶 巅峰中路胜率第一了 那目测 接下来还会继续涨 再来看出装 先出急跑鞋 8分钟左右再换抵抗鞋 痛苦面具 十字语言 帽子 日目之流 破险之一 敏文带 一凶罩 九梦炎 七双猎 三条河 十星炎 其实这套出装就突出一句话 又肉伤害又高 我是真的没在吹呀 六神庄猴子敲这个出装的扁鹊 三棍暴击 扁鹊也还剩大半管血 大家可以去训练营 给对面的扁鹊出这套出装和敏文 然后用刺客去感受一下扁鹊这个强度 那扁鹊可以无脑一楼选吗 答案是不行的 这套出装的扁鹊虽然不太怕公本支流 但却很怕貂蝉周瑜 貂蝉单点起舞 扁鹊无路可逃 周瑜则是团战能力更强 所以确保对面没有这两个英雄拿回更好 另外自家阵容方面 扁鹊也不太适配战鞭 扁鹊和坦鞭是绝配 所以尽量让队友选坦鞭 这样可以大幅提高胜率 你看这个铁桶战 对面是打又打不过 秒也秒不掉 就问你绝望不 那扁鹊是全期强势吗 也不是扁鹊属于前期和后期超强 中期没什么作为的英雄 那前期强是一级开始人 点一级就可以各种打架 一级扁鹊独贫的威力 相信不用我多说 所以前期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入侵打gank 如果前期没把握好 到中期大家开始有装备了 便会开始颓势显现 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清线了 直接开大招清 不要吝啬大招 只要把装备快速成形至破茧之一 才能在后期成为局势的统治者 这套出装的扁鹊 在当前版本真的很强 各位抓紧尝试一下吧 以该的名为 斯科桑消现的先有连到 大先到底怎么做到 跟诗意一样重新玩的 唯一有这种脑子 我就能重新看正欢传了 家人们 这是一种历经沧桑后 沉淀下来的阅历 怎么形容呢 就是时间会带走一切 相信我 当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 也可以做到 我真的不是把江旺说得文啄啄的 真的不是 咱们不见不散